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在奧德賽的社團裡面 跟大家分享我們 KT Racing 來改裝奧德賽的新的分享 今天我們這一台是2015年就是第一批奧德賽 因為車主要改裝之後他要有比較好的操控感 所以今天就是上週有來試乘我們 KT 的試乘車 試乘過後覺得很滿意 那就跟我們預約說今天要來改裝避震器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原廠的懸吊系統 這是後面避震器的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他彈簧其實原廠做的還蠻長的 來試壓一下這個後面的阻尼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壓的時候 他其實還蠻好 不用說是很大的力氣就把它壓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還蠻軟的 有些車友會覺得這台車開到山路或是比較快的路況的時候 遇到坑洞就會覺得有點晃有點暈 那我們換了 KT 之後他整個阻尼值有把它提升 那彈簧我們也選用比較高公斤速 這樣子就可以改善他的操控系統 那在轉彎的時候 在過彎的時候那個側傾角度 我們可以把它降低 不會說快要翻車過去的感覺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避震器 這個部分就是離載串 那我們 KT 這一組我們有附我們專用離載串 然後還有我們的整個腳管還有上座這樣子 我們 KT 是總承建 有些車子我們就是有包含上座跟彈簧的部分 而不是說單純換桶芯而已 這是原廠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我們改裝 目前後面這邊已經好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桶身其實坐得非常的長 在這邊 那我們後面懸吊系統來再看一下 我們把鏡頭帶進 今天車主的需求它比較特殊 它維持原廠車高 那麼我們原廠車高大概是60mm左右 60mm是從我的輪胎上緣 到葉子板的距離 我們調最高的話 也接近原廠高就差不多60mm左右 那麼我們後面在調整車高的時候 如果說之前有在別的社團 或是在我們 KT 粉絲專頁 有收看我們直播的車友 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後面要調整車高 它並不是透過避震器的統升 而我們經理一直很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後面這種 彈簧與避震器分開形式的避震器 它在調整車高的時候 是根據這一個 這一個機構 我們叫做Hydro Key 來調整它車高的部分 而並不是透過這邊 這個避震器統升的伸縮 來調整車高 那麼如果這裡 這個部分彈簧與它的調整機構 壓縮太多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蹦跳很難做 差不多有70%的車友有反應過 後面如果避震器就做起來 怎麼調軟調硬 我調到30% 調到0%都覺得很不好做 那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技師在安裝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預壓太多了 所以變成說它的整個底盤 給它撐住了 變成說它彈簧沒有辦法發揮它的作用 那做起來當然會很難做 那麼奧德賽這台車 我們可以看一下後面這邊 這個我們試板把它打開 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我們KT的調整阻尼的 那我們一共有30段 一共有30段 那麼在調整的時候 只要試板把它稍微打開 那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那總共有30段 一格一格的感受 所以這台車後面還蠻方便 車友做調整的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麼 這個旅圈 今天這個是原廠胎 那它原廠胎的規格是 215 55 17 那有些車友它也會把它 把它升級成更大的18吋旅圈 這個也都是有的 這輪胎狀況還蠻不錯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這是我們前面避震器的部分 前面的避震器的話 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 離載串座 還有油管座ABS感應線這部分 我們KT的設計都是有 根據原廠的腳管位置去做設計的 那也會符合我們安全上的規定 那麼今天這一個呢 我們也有附離載串 這台車我們有附離載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這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這個 鎖螺絲的車主板這部分呢 我們現在螺絲鎖起來的看不到 我們在上面這個孔呢 我們KT是做一個小橢圓的 那麼在做這個小橢圓的時候呢 已經可以讓車友做一些 就是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是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來看一下這台車的前上座 KT我們這一組有附前上座 那麼前面的避震器 我們和後面一樣 就是四板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讓車友去做調整 那麼前面一樣 它有三十段的阻尼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現在前面的計師也安裝的差不多了 對 那 那 照得到嗎 我的手有點引熱的部分 嘿 這個是我們KT在安裝的時候 會上一點防鏽油 那麼如果說有下大雨啦 或是車友有去洗車之類的 那麼怕說 有多少會有碰到水會積水 所以我們KT在安裝的時候 你都會上防鏽油 讓它軸心的不會那麼快生鏽 那車友 我們也會建議車友就是 過一段時間也把它補防鏽油 對這樣對於延長避震器的說明都是好事 這台是15年2.4的 那安裝差不多了 好 那等一下計師呢就準備上台要去試車了 好 那來說一下我們KT的用料好了 我們KT的用料裡面的阻尼有呢 來小編幫我說一下 裡面的阻尼有我們是選用什麼 IP的阻尼有 哪裡來的 義大利 那是怎麼進來的 原裝整桶鏡頭 原裝整桶鏡頭 而並不是說來台之後在授權分裝的 所以我們KT的用料跟品質呢 其實我們自己都有在把關啦 好 那麼還有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部分要特別說一下 我們前面這個是麥花城的避震器 麥花城的 那我們這個麥花城避震器啊 它避震器在作動的時候 它並不像A貝單純的上下作動而已 它還要負責左右轉向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啊 其實尤其是這個托盤啊 都要特別把它鎖緊 那特別再用那個一字錘把它再敲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呢 安裝避震器完之後 車友都會說 是不是哪裡有聲音 是不是因為換了避震器之後呢 避震器會有意義 但其實這個算是一個誤會啦 因為車子的底盤零件有很多 那麼有時候呢 可能是其他底盤的零件 需要更換需要老化 但就是因為說我們換避震器之後 車友覺得說什麼聲音都跑出來 那麼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換完避震器之後呢 避震器的意義 但其實是很多零件需要做做檢查的 對這個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的心得這樣子 好啊 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有沒有車友 有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專頁留言 那麼也要試乘的車友呢 也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KT有試乘車 避震器的品牌有很多 那麼就是建議車有可以多試乘 多比較 那才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避震器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在這邊 那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再跟我們聯絡都可以 好 好 那先這樣子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